面对凶狠无比的西班牙女皇 马金 没到位 有很多东西 韩国怪物级天才少女 安喜盈 用更凶狠的方式 现学现卖 完美不愁 从这时比试开始 她霸气轰出一波无情的11比0 很成功啊 第二季还是安喜盈领先一分 有个小小的一个假动作 横扫三届 世锦赛冠军 出局成为女单项目最大的招 正式开启属于她的传奇 无论谁都是创造历史 比赛一开始 这一攻一防的两大高手 就给大家展示了 各自的赛减准备 这一方的一些节奏的变态 都会有很重的影响 马林也不服啊 她的空间感觉应该会很大 而且有风向 但是现在比赛打的就是这样 越是大赛 她管越大 是的 其实马林比较怕这种球来回转体的 我看还是看了昨天 消耗非常大 是 就头一天打完之后回去马上去放松休息 然后第二天早上起来 你就之后都要看一下下一个对手的路上吧 我觉得可能 特别是就是你头一晚上的那一场 你会看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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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我看我们前面也看 头一天对这个 呃 但4比4之后 你打下拍 已经开始适应了马林的节奏 好 两个拍档 这个球掉下来会比较猛 所以说他这一大发力的话就可能会打批 亲近世界球后 马上用这一波6比1摆脱对手 获得补分领先 你打下拍 但马林的反击也来得很是迅猛啊 这一波6比1摆脱对手 连轰神仙球 哦 两个 他上网很快 就在女单身手里头啊 做到的也不多 嗯 对 他还是比较有力 他还比较有力 我还比较有力 他还比较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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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这直线批杀还是差点运气的 第一次技术限限 安喜盈 守住领先姿势 休息回来后 安喜盈继续凭借出色的防守 死死遏制住马林的追分反击 而值得一提的是 除了这次世锦赛出色表现之外 他整个赛季的表现都是亮丽无比 年纪21岁的他 自打进入本赛季后 安喜盈就迅速成为女单赛场的主角 同时也亲手将韩国羽毛球的几个干大记录一一抹去 比如三月 安喜盈拿下的全英公开赛冠军 就让他成为韩国史上第二位 夺得百年老店女单冠军的羽毛球选手 就靠这种突击去找机会 但是防守也比较好的时候就 接着是连续六次军赛五次罗冠的强势表现 也让他在今年的8月1日 第一次坐上云丹世界排名榜首把交椅 也是韩国史上的第二位 在他之前的记录保持者 是韩国单打运动员方朱贤 而这两项记录都是在1996年创造的 足足尘封了27年才被财安喜盈突破 如今 安喜盈更摘得全英公开赛 世锦赛两项大赛冠军 无可卑异地已经成为本赛季 最抢眼的女单高手 激进决赛六组冠军 这样出色的战绩 让安喜盈隐隐约约 已从女单 费寺中脱颖而出 成为女单项目上 无可厚非的霸主 山口倩 陈宇飞和戴思盈等顶尖选手 已慢慢沦为他的配角 更可怕的事情就是 如今他还年仅21岁而已 你看看 就算连续拿下戴思盈 山口倩 表现如此强势的马林 也被有所准备的他 21比12 轻松拿下 而进入了次局之后 他更一鼓作气 连下4分 这种球其实不是很强壮 但是它的这个速度 跟核心确实很强 我感觉好像这一年多 一般人想要突破它 我觉得还是不容易 对 变化也不是特别 一上来就打出一波7比2的动势 后来他第二排确实太累了 反转得太快了 反转得太快了 哎呦 嗯 没有控制 一旦他弄我球 这几个球他就 他难免会有一丝情绪上的波动 而对手则敏锐抓住这个变化 马林开始加速 给他施加压力 这个球 嗯 所以你看到马林在前场他会压迫感会更强一点 对吧 不知道怎么回事 无名其妙 反杀住一波8比3的反击得分小高潮 可以 他调弧度高一点 对方也打不死 其实 这边介绍一下 他前面一个抢网 可就在10比9之后的这一球 安锡盈 其实已经开始冷静下来 与对手耐心缠斗多拍 可还是被马林凶狠的一技 将比分斑 有很多对手 安锡盈双膝跪地 让自己彻底冷静下来 然后拿出自己的最强模式 不仅在防守端 腰汗无比 哎呦 很成功啊 第二局还是安锡盈领先一分 谢谢 有个小小的一个假动作 非常清醒 功还是得加速啊 一波疯狂无比的11比0 让他干净利落 登上市锦赛冠军领奖台 这意味着安锡盈运动生涯实现了新突破 已经是17比10 留给韩国球迷最期待的事情就是 这位年少一高的超级新星 我给你安锡盈的这种控制啊 还是 能超越韩国羽毛球史上的传奇 帮助险吗 很显然 这个机会很快也会来的 2024巴黎奥运 他已年轻22 获得了自己的冠军点 即将拿到第一个世锦赛的羽丹冠军 球界外连得11分 安锡盈是获得了这次世界主标赛羽丹的冠军